老师也很厉害耶 怎么说 老师已经弄出红色的东西咧 什么感觉 施工打地基的感觉 打地基玩笑 对 哇 开个慢慢的移动 嗨大家好我是Steve 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的店家开箱是久违的柴尔 不过这次还要体验让我有点紧张的 银珠护烟 另外还有比较不一样的 背部疏压SPA按摩 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人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别忘了追踪我的IG 这次来到的店家叫做 凶猜的 他们除了有猜耳服务 还有耳术 银珠吸眼跟背部精油按摩 那他们算是比较复合式的美容工作室 但我现在心情是有点期待 但又很紧张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看看吧 GO 先上精油 对想上精油 好像女生比较多做这种 其实男生也有 真的 对啊 现在男生其实比女生好要懂得爱自己 可是男生应该比较少就是那种 这类型的爱自己 没有耶 像我们有些客人他原本可能以前 都是去那种纸压的 对 那其实他试过这种精油的按摩油压的部分的话 他们会觉得其实这个按起来是比较在舒服一些的 老师他画很紧张 我觉得还好耶 老师也很厉害耶 怎么说 老师已经弄出红色的东西了 应该是说他比较累一点点 他现在应该觉得还好吧 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出力的部分 哇哦 有点惊喜的感觉 所以老师任何油压都会有可能 可以弄出红红的感觉 有时候是因为可能体压度比较高 或者是有时候 我们比较不舒服一些 气血比较不同的时候 是有可能用手按就出杀了 那老师的力量也蛮大的 接力十力 不然按完一个手就断掉了 你的上半辈也太累了吧 蛮红的耶 真的 等一下 可是好像没有到紫色 这个 用手按到紫色 他可能今天来的状态是虚脱的 对啊 选这种 已经有按摩的算比较多了 我们家这边其实就是 四项群群的客人是还蛮多 因为其实 客人就是 我好像也是需要背部按摩 好像也是需要头部按摩 好像耳朵也需要保养一下 因为像柴耳的部分 他不是每个月都需要的 对 那他们可能过来的时候 就会以自己的状况 再去做调整 那我们家的课程 他是比较弹性的啦 是 老师这个手法 你有自己改良吗? 其实按摩的部分就是 手法有很多种 嗯 那我们会以客人的状况去做 这样的 对 会去稍微做调整 嗯 另外一边也有一点红了 他右手应该会比较轩的舒服 因为他 右边肩比较紧 嗯 右肩 他用手也有点关系 OK 老师那边有水感觉 那边有 有耶红了 酸的感觉 怎么不用比较红 好像有比另外一边红 这里会酸的 这边有点点塞住 老师所以背部按摩一般是多久 课程组合的关系 因为背部按摩其实它有含头部 那如果说是组合的话 背部按摩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左右 对 这种怕痛的可以来吧 可以啊 因为它就完全不怕痛 不过 比较怕痛的人要担心的是 按摩的时候会觉得痒 哦对 我也怕痒又怕痛 所以我们在力道上 就会适时的稍微去调整一下 肚子的部分 他很讨厌他的腰间肉 可能要借一下宵夜了哦 我老师从事这行吗 蛮久了 从17-18岁到现在要40岁 20很久了 但中间有一度转到医美去 后期转到医美当咨询师 但因为咨询师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对后来就再退回来 自己开工作室这样子 你现在是不是比较喜欢油牙胜过脂肪 对 油牙真的是很舒服 真的哦 就以前都会看比较影片电影啊 或是细枝在那种 油牙按摩啊 感觉就很舒服 那聚来体验就会发现 真的油牙比较舒服 对 你平常会比较不好睡吗 前眠 弄出来什么 弄比较紧一点 然后的时候可能就是像睡眠比较不好 或者是脑牙比较大的 脑牙就是头痛啊对不对 会头痛的 不一定耶 脑牙大不一定会头痛 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头比较脏 哦 ok 对 用热垫 热敷一下 她最喜欢弄头了 怎么说 你应该擦脏头痛 哈哈哈 所以用刮的也刮出来 人家是挤的还是瘦的 其实她这个就是在做头部的脖筋的部分 哦 最近耳朵还会痒吗 还好 就是偶尔会痒 好麻烦帮我拿一下 不过你有倒蒜比较小的耶 对 然后有耳膜这边 这是外来到三分之一处 上面那个白白的就是耳垢 屑屑 你属的比较算干耳心的 嗯 好像很大的 或什么 在里面 跑到里面了 你有看到右边那一块吗 嗯 在右边 哇老师这个怎么那么清楚 这边那一块 推到比较里面一点点 你的耳朵是那种又窄又少的 那一块是耳膜 对 你耳朵其实没有太多的耳垢啦 嗯嗯嗯嗯 平常会用棉花棒吗 像 像比较 像比较不会 这边耳朵会比较痒吗 这边哦 对 还是两边觉得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那你这边多 小续续多一点点 嗯 等一下 我可能需要你借我一下 好 白白的也是被推到里面了一点点 哦哇好清楚 它的耳膜是完整的哦 等一下这块方便把它清出来哦 会痒吗 蛮痒的 蛮痒的哦 这个更洋吧 这个是什么 哦 好洋 就很洋了 这是羽毛吗 不是 棒棒 轻轻一下耳朵的部分 因为像有些人可能耳朵 还是会有一点点脏脏的狗 现在做 就是这些项目的啊 柴鹅的比例会很高吗 嗯 嗯 算是狗的大概十个客人 有七八个都会做柴鹅的客人 所以他们现在真的很喜欢柴鹅 其实 很多人来做柴鹅 它不是为了要挖耳垢 它是在做一个放松跟保养 它就是小屑屑 嗯 它现在好像越来越少 不要自己去乱弄 就会变少 那因为耳垢的部分 它还有保护耳朵的功能 所以我们不会把它全部清到完全都没有 我们会保留一点在耳朵里面 是 然后 老师那柴鹅是建议一个月一次吗 还是 我是真的很喜欢柴鹅放松 大概一次一个半月 那如果说可能想要做定期的耳朵的保养 你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做一次都是可以的 但也不要太近 对 真的没东西 对而且就是太同学吃进了 我其实也不是太好 对 我觉得老师这里的环境 你身后很喜欢 我也是 比较安静 嗯 然后整个环境的感觉很好 真的吗 就是声音会比较淡一点 嗯 还好吗 怎样 酥麻感 好酷欸 什么感觉 嗯 好像电流电道的感觉 还是 吃公打地鸡的感觉 嗯 打地鸡的感觉 对 应该是打地鸡 这个形容不错 这个也蛮酷的 这个也很咬的 很咬 现在是在掏吗 用这次耳朵的按摩跟按摩 那其实他的耳朵的耳朵没有放很多 所以我们是以放松跟按摩为主 你有感受到泡泡的感觉吗 有 清洁外扣的地方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忘记洗耳朵 那像有些人的耳朵是会 如果分 油脂分泌比较多 有时候他们在这边会长一点小本刺 他两耳应该差不多了 差不多 他耳朵聽聽咱地睡醒 睡醒 睡醒 洗眼睛 洗耳朵是很蜜蜜 所以那個聲音啪啪啪 現在聲音會舒服 稍微固定一下 很緊張嗎 放鬆心情 沒有戴眼睛 沒有 眼睛牽閉著就要點冰冰的 洗眼睛應該沒有人睡著了吧 沒有 銀珠按摩的時候真的沒辦法睡啊 因為太癢了 那所有人都會癢 一定都會癢癢的 連我都覺得癢癢的 每一支銀珠棒都是我的眼睛測試過後沒有問題 才會放在你們身上使用 對 放輕鬆 你看一下齁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用的銀珠棒 它是純銀的銀珠棒 我們等一下會用前面光滑面去做一個按摩 我們先第一個洗眼液 會有一點點冰冰的那樣 像我們在滴眼藥水的感覺 然後我們眼睛放輕鬆喔 不要掙扎 啊 跳過來了 冷靜冷靜 我們現在眼睛非常的緊閉 好眼睛放輕鬆喔 好我們要開始囉 這裡就會有感覺了嗎 這邊應該還好 還好 好我們放輕鬆喔 眼睛放輕鬆 眼睛放輕鬆 眼睛放輕鬆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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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的移動喔 哇 那我都不敢問她 妳是不是在等 對 那現在應該還是不敢說 洗到一半囉 加油 有一點癢癢的齁 眼睛很癢嗎 還好嗎 很難形容的感覺 對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癢 那是很緊張 對 這就是很緊張 然後有東西在裡面的感覺 奇怪 我們過程中不會去碰觸到你的眼球 對沒有完全沒有碰到 但是你會覺得有衣物感是正常的 對對對 然後會有一點點想流眼淚也是正常的喔 非常想流眼 我們這個主要是在按摩我們的類線跟剪板線的部分 所以它會刺激我們的類線去做分泌 不要來翻眼皮了齁 你已經放輕鬆了 你可能來都這麼淡定 對在洗嗎 很淡定耶 就我特別緊張 沒有你還不算是特別 應該是第二名 有一個第一名的是被女朋友騙來的 我應該也是算被騙來的 哪有 哪有 拿眼睛在跟我對抗 放輕鬆 嗨 哈囉 老師這個也太猛了吧 對 放輕鬆齁 哇塞 它有一點點的眼睫石喔 喔真的喔 這顆小小白白的 那這個就要去野科嗎 嗯 基本上眼睫石的部分 這麼小顆是不用處理啦 對 除非說有一天你可能覺得眼睛有一點痛 感覺衣物感很重 那就有可能是眼睫石變大顆了 那它會去刮到你的眼球 那平常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眼睛的清潔 那比較癢一點齁 放輕鬆齁 放輕鬆齁 加油喔 你看它其實眼睛很髒這邊 它可以帶卸出一些比較深層的髒物 太酷了 這種一定要找很輕鬆 很輕鬆齁 還好嗎很癢很癢 你在一直憋氣嗎還是怎麼樣 對啊 你有呼吸嗎 後面很衰 我要貼氣 眼睛放輕鬆 眼睛先不打開齁 幫你按一下齁 剛剛很癢對不對 很癢 因為剛剛那個畫面我也覺得 比第一階段癢 下好了 一邊眼睛好了 兩邊的眼睛的感受度有時候會有點不太一樣是正常的齁 因為我們左右眼有時候跟你的近視或者是用眼程度不一樣會有一點點關係齁 靜姐微笑齁 我們要開始囉 然後放輕鬆齁 放輕鬆齁 已經放輕鬆開始囉 它這一次好像比較好 經歷準備 對 這是來回的幫你洗完 因為另外一邊 剛剛第一次洗的時候 你實在太緊張了 所以這跟棒棒的部分就是按摩 對 它在按摩我們的 淚線跟肩膀線的位置 然後呢 出來的嗎 你剛有憋氣嗎 對 我們要記得呼吸好嗎 希望我們隔壁有醫院可以交護士 來幫你員工呼吸 可是女友在這裡不太好齁 哈哈哈哈 這個畫面真的是太緊了 我們放輕鬆齁 頭交給我一下下齁 我是說每個人都可以洗眼睛嗎 對 除非眼睛有開刀 或者是說眼睛目前有發炎或是不舒服的狀況就沒有辦法 好 那另外是 重前毛的部分 會建議就是也不要 因為其實我們在洗的過程當中 第一次怕幫她把她美美的那個睫毛弄壞了 對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是怕她的膠 會引起眼睛不舒服 你這次眼睛比較髒耶 真的喔 對 像這裡 拍得到嗎 這邊有一點點 這個 剛剛是怕不夠 這裡 來跑去 在這裡 對 等一下 沖沖把它沖掉就好了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比較癢的部分 稍微忍耐一下齁 它應該一直在憋 要呼吸喔 哇塞 我覺得畫面還是很震撼 好喔 OK 還好嗎 好了 好了 你看 喘一下 等一下要繼續喔 沒有啦 等一下要做眼睛的撥睛跟按摩 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最刺激的就在這裡而已 這隻眼睛會比較癢嗎 還是央右眼比較癢 感覺啊 感覺啊 像做完眼睛啊 很多那種眼睛乾脂 或是視眼壓比較高 酸色度高的人 做完都會覺得眼睛輕滿多 等一下你整個課程做完可以再去看看 你眼睛的人多嗎 還滿多的耶 雖然那個很癢不太舒服 老實說它真的是癢到心坎裡的那種 但是洗完因為針對於像 尤其是那種乾眼的 它那個眼睛的滋溫度會差滿多的 所以其實還滿多客人都會定期去做 做一個眼部的保養 已經有點紅了 嗯 紅是因為按摩嗎 嗯 不過它那邊 比較堵塞的話 我們在撥筋的時候 也會比較紅一點點 但我們會盡量不要讓它出傷 出傷沒有不好 只是因為剛好在眼睛的位置上 如果人家看到就會說 你怎麼了 因為那眼睛按摩會有痠痛感 會有那種痠色的感覺 有 這個你睡得著吧 沒有這個 嗯 我覺得可以 眼睛稍微轉一下再慢慢的打開 轉一下 對 然後有點微紅的部分 等一下那個紅就會慢慢退了 看其實它現在眼睛的滋潤水度是比較好的 嗨各位 我們已經體驗完了 我覺得首先我先針對柴爾來講一下 柴爾的話 因為我們之前也體驗過了幾家 那我覺得今天老師其實整個手法都蠻舒服的 那手法其實差不多都大衷小異 就是在於每個老師的細心度 然後我覺得這老師也是很細心的 那再來是油壓背部油壓的按摩 我覺得油壓按摩是真的是一個很放鬆的一個按摩 我很推薦一些很怕痛的人都可以來體驗看看 因為是真的很舒服的也可以得到舒緩 那當然可能跟一些指壓效果當然比較不同 主要是以舒服為主 那再來最重要的是我們那個洗眼 洗眼確實一開始是蠻緊張蠻擔心的 因為沒有嘗試過看到那個圖片我也覺得 哇壓力很大 到後來洗的過程其實真的是完全不會痛 會癢而已 那老師有說有些人可能會有稍微刺痛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眼睛比較乾或幹嘛 但我自己是沒有 那整個用完之後我自己的感受是 欸確實眼睛眼壓變小了 然後整個滋潤度也有 我是有覺得看東西也比較亮比較晴的感覺 因為我剛有拿手機稍微出來揹照一下 跟之前比確實有明顯的差距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如果看到圖片很怕的話 其實不用擔心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我自己已經來嘗試了 是完全很安全的 那老師的技術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很推薦大家都可以來體驗看看 讓自己的眼睛也可以得到按摩放鬆一些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